在整理天主的事述当中完成了观众专业 观众这台救护车就是这位林秋甘女士 林秋甘台湾人包括印章桑尉川对他也不是很熟悉 但是有一个人确定的是 他观众不就救护车给各单位包括后卫就是变业 因为林秋甘女士她是一个为善不欲人知 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那其实我们对她知道的非常少 我们只知道她到好多的医院在这些年来捐赠救护车 那其他的细节都不告诉我们 真是一个为善不欲人知的人 林秋甘的朋友推证车就决定总结了百万的救护车 观众就设便宜 有这款的决定已经为这应该是无言吧 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先到那里去 我说他很好很诚恳 还有一个小姐叫什么小姐 王小姐说 他很认识又打电话给我 我就说好那就站在这里好 很多人都问我这句话为什么那么远 有言啦 阿世是说我很感激你们接受我的 救护车是便宜必须要的工夫 后面就是便宜一直送去川飘时 后面就是便宜救护车已经来到台湾里林 这台车来到很着急 那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家里去接病人过来 那在我们这边云林的风俗上呢 有的时候因为有的人他要这个所谓的寿终正寝 他也要在最后一口气回家 这一些都是我们过去这些年来使用救护车的方式 凌秋甘露寿和就是便宜并没有很多接触 但是烟粉中最风流这会 这点有好烟粉 在地方人们都相信这应该是天主安排 记者在面前 彰宝德